消委會測試市面12款氣炸鍋 發現有半數在炸薯條時釋出可置額物質 高過歐盟基準水平 其中一款超出13倍 測試的12款氣炸鍋售價由298元到2080元 三款使用時內部電線或手柄的溫度 升幅超過標準上限 另外三款樣本的部分內部帶電部分 與用戶可接觸部件之間絕緣距離不夠 增加短路風險 消委會測試氣炸 急凍薯條釋出可置額物質炳熙鮮鮮鮮的含量 發現6款的炳熙鮮鮮鮮含量 高過歐盟定下每公斤薯條 應該是500微克以下的基準水平 其中一款更加超出13倍 消委會提醒氣炸鍋輸入功率普遍較高 不能跟其他高耗電量電器共用電源